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今天又開始我們網上的《熱經》的討論,希望能夠幫到弟兄姊妹投入去討論,投入去參與,那我們今次的經文是《高倫多前書》二章九節,請您怎麼讀呢? 《高倫多前書》二章九節,如經上所記,曾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與當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OK,這個經文是頗容易明白的,請你解釋一下,如果你有些深度的體會都可以說出來的 這裏就說神為愛他的人,愛神的人就是遵從主說話的人,亦都會愛人的人,愛人亦都是愛神的其中一樣 那神就會為這些人預備去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那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測度神對我們的供應,因為神對我們的供應是超過我們想像的 好,非常好,先說到愛神的定義,你可不可以把愛神的定義說得更加清晰廣闊嗎? 包括什麼呢?可不可以說一下嗎? 愛神的定義就是聽神說,放下自己,而用神的說話去做引導,神是掌權的,也會悔改自己的不好的東西 那你也會愛靈蛇,因為聖經有說過,如果你連看得到的人都不愛,那你為何愛天上面看不到的神呢? 好,有沒有人想補充呢? 我覺得愛神是一個意志的選擇,不是憑感覺,定義揀選 OK,好 這裡有一個好的例子,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是眼睛未能看見的,耳朵未能聽見的 實際上,神為我們預備救恩呢? 這個我們先說了怎樣愛神,待會再說神的 啊,怎樣愛神啊? 是啊,就是愛神的定義是什麼? 靖先生他們已經說了很多樣子了 時時親近神啊 是啊,OK,這個是靖先生沒有說到的,還有還有一樣的 還有一樣是 就是我們要見自己的力量,生理,想法,意志 因為聖經上面說呢,我們要靜心靜力,靜心靜意,愛主我們的神啊 OK,你就說到盡力啊,盡力 我現在是說愛神的定義,愛神是什麼? 愛神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要與神同在,好像菩提樹與知子一樣 我們實際上不用做很多的,我們只是事事結練於神,祂就會供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給我們 這些都是算愛神的,即是在基督裡 好,你講了親近,然後你講結練,這個是對的 我先提一提你,我不知道是有意無意呢? 你講了葡萄樹 葡萄樹,是啊,是的,是的,葡萄樹,Sorry OK,在《同聖經》裡面呢,講到關於愛神 那我就講出一個熱條,第一就是信任神,信靠神 就是神是可信的,我信靠祂 那就親近祂,親近祂就經常在神圖裡面看重神 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愛慕神,渴慕 這個是我沒有聽到的,譬如詩篇42篇講到好像六切無溪水 我們切無神,很想很想和神一起,這個是一個帶有感情的行動 帶有感情的,和神很想和神一起,這個是愛慕 我就是在等著這個,有人會講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呢,我們不只是行動上遵從神 我們是和祂有感情上的結連,看重祂,喜悅祂 另一點就是喜悅祂,歡喜神所有的一切,這個都是帶有感情的 我不是說只是要感情,兩樣都要的,有感情,有行動 那就是我們會呢,喜悅神所做的一切,喜悅就是感恩和喜悅都有個分別 感恩就是懂得說神做這麼多好東西,喜悅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神你真的好得不得了,我心真的很喜歡,我想到神的歡喜了 那聖經是講到以耶穌華為樂,這個就是喜悅了 就是以耶穌華為我們的歡樂,我們的開心 這樣的時候呢,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以及神就將我們成駕在地的高處 那我又講一講呢,就是那時候我在神學院的時候呢 就有一次教授說,他說呢,就是批評奇異恩典首詩歌 我說這首詩歌是什麼問題呢? 他說呢,太過sentimental,就是好像是很感性啊 那我就知道呢,因為有些宗派呢,他們強調呢 就跟神關係,是一個理性的行動 他也都講到呢,主要是理性的,很少呢 是幫助人去全心去對神有喜悅,愛媚,歡喜的心 很少會有這些的,那我們用聖經有什麼支持 說我們應該喜悅神,歡喜神,愛慕神呢? 愛慕就是聖經很清楚講,詩篇四十二篇 那麼呢,喜悅神就是這個,我所講到的就是以耶穌華為樂 還有另一件事呢,就是神本身對我們是有感情的 那麼在西芬瓦書三章十七節那裡講到呢 神因你歡欣喜樂,密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因為神因為我們歡欣喜樂,很開心啊 密然愛我們,在密地這樣去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即是開心得會歡呼的 那麼這個呢,就是講到神呢,是喜悅人 當然這裡指到是那些親近他,遵從他的人 神是會很歡喜,歡喜到呢,感情流露的 因我們歡欣喜樂,一直愛著我們 因我們喜樂而歡呼的 所以,如果神是這樣因我們喜樂的時候 我們,就是因我們而有這個感情 那麼另外一個經文呢,就是 二塞的書講到,婦人姨能忘記 她吃賴的嬰孩,連率她所生的兒子 這裡講到不只是紀念的,是連率的 就是一直記著,一直憐憫她的 是憐憫呢,就是聖經也都講到 神的子民是神眼中的童人 也都有一個經文講到,是冠面上的補石 所以,神是很體重,很體重我們的 很歡喜我們的,也都因為我們所做任何一件事 祂是有感情的反應 所以我們應該對神有感情的反應 也都因為這樣,所以講信息 或者分享,或者是鼓勵人呢 我們都應該自己帶有感情 為什麼叫自己帶有感情呢?就是 我真是很歡喜神,我真是很喜歡神 真是呢,神是我們的喜樂 我們講的時候呢,是帶有感情 就是不只是講到,啊 你們要遵復神啊,你們要做什麼做什麼啊 而是呢,在這個紅的心底處 有一種興奮 這個是可以培養的,就是感情可以培養的 比如說,我們同一個人,感情不太強 我們用什麼方法培養呢?我們越想他的好的地方 他怎樣多次的對我們好 出自內心對我們好,出自內心的體重我們 那我們呢,就紀念了,神真是對我好 神真是呢,就是一個人怎樣對我們好 我們就欣賞他,歡喜他 那就會逐漸呢,就會建立更深的感情 就是覺得這個人呢,是真的很特別啊 為什麼他會對我這麼好呢? 那同樣,我們跟神一樣的 就是學習他說 神真是,每一樣東西都對我們好的 他創造這麼奇妙 他做我們身體這麼奇妙,他做食物這麼奇妙 他,聖靈在我們心中感動我們這麼奇妙 我們不聽話,他都感動我們,帶領我們 和他為我們的義地救恩,這麼奇妙 那我們的心呢,就歡喜了 神啊,你真是好 我真是歡喜你,我真是喜悅你 那大家聽到,就是說 變立同神的感情 喜悅他,歡喜他 以神為樂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關於這方面,你覺得 有沒有覺得困難的地方呢? 牧師啊? 是 是 那為什麼,我覺得在愛神這方面呢 你說過那些愛慕神,學慕神啊 我真是有經歷的 就是有情感 又開心,因愛神而膨脹 喜樂、歡欣 我又持續了十幾年 都沒有說 就是我自從病了之後呢 就沒有了這種 我知道我天父很愛我 很疼我 但是為什麼我對他呢 都沒有那種呢 愛他的心 很回應他的愛 就是好像現在這樣 聽到,聽得多 看聖經看得多 但是他實踐 去回應他 好像沒有什麼力量 就是我知道我們愛神 是七於聖靈 我們愛人呢 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只知道 除非那句說話 聖靈真是乾照你 那你呢 又明白呢 你才能活出來的 如果你只是看聖經 沒有神的乾照呢 是活不到 你知道 頭腦知道 是活不到那句真理的 那我覺得 我經歷的呢 就是 我們愛到神 愛人的力量 愛人的力量 愛神的力量 我覺得是七於聖靈 是七於聖靈 是七於聖靈 是七於神 從神以來 這種愛 愛到 有力量 OK 的確是神 是神的聖靈感動我們去愛他 但是人都有回應的 這一點我想大家 在神學上我解釋一點 我們說到信耶穌 我們生命更新 是當我們死在罪目過分的時候 神將我們更新過來 即是說這個是神的工作 但是當人得救之後呢 神就 人呢就有回這個 有這個新的聖情 他不再是被 完全被罪控制 因為不信的人呢 他們是 完全在罪的權勢 在魔鬼的權勢之下 他沒有能力去 跟從神的 是只有神將他重新更新 他才能夠跟從神的 那麼 當我們更新了之後呢 我們是可以跟神合作的 所以呢 我們說到基督徒的責任的時候 不要只是說 神感動我 神感動我 我才能夠做 當然一定是神感動的 神感動我們做每一件事 跟從他的人 每一件事都感動的 但是 不代表呢 我們沒有回應的 而且我們沒有去思考這件事 而愛神呢 我真的覺得是 第一 我們從聖經看到神的作為 第二 我們每一件事都去想 如果我沒有了這件事 會怎樣 如果我沒有了這件事 會怎樣 譬如神創造 聖經有講到神創造 我們身體受造其無可為 我們就想 如果我們身體不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好像一條幽癮 那樣 只是看不到東西 只是在那裡捐下捐下 這樣生存 還有我們現在這樣生存 真是很不同的 我們人有感情 我看到很多東西我都喜歡 譬如說 人會有感情 動物會有感情 我覺得是很美麗的 即是如果人沒有感情 那個生活 真是很不同的 人有感情 這個是很大的恩典來的 我們數算這些東西 還有我幾多次不聽話 神都依然會放棄我 依然繼續感動我 又為我預備最美好的天堂 所以呢 我整個人就會很喜悅 這個需要我們去建立的 我們不是說 神感動我 我們一定有我們的責任 譬如好像復興都是這樣的 其實神想個個都復興的 神想個個都愛祂 想個個都靈命更生的 那很多人 他們靈命更生 不是神感動祂 是祂沒有回應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學習去回應神 去思想 有空去想一下神的作為 我自己是很多時候都想 我的那麼多東西我都想的 譬如我曾經試過 有一支藤我走到的時候 那支走到山路的時候 有一條藤 一打過來 那條藤是有刺的 它打在我的眼的側邊 我就說 如果它打正我的眼 我的眼就瞞了 我就多謝神我的眼 我每一樣東西都會想到 我在未信耶穌之前 也有一次我小時候 是差不多 我弟弟拿著一個剪刀 插到我 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 如果我又想 如果我從小時候 開始瞞了一隻眼 真是以後的生活 是很不同 很不同 那我就感謝神 在我未信耶穌之前 神都是各樣的保守我 有一件事是很奇妙的經歷 是很奇妙的 這個是 是我 我爸告訴我 我才知道的 就是我在我出生之前幾天 我媽在夢中 就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 去到她那裡 那麼就 你聽到嗎? 嗯 那麼就有一個白衣的人 去到我那裡 在一個夢中 那麼她就說回 就是 說給我爸聽 我爸爸告訴我 那我也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我的 confirmation 就是 就是神在我生命中 是有計劃 甚至向我家人 都 都啟示這件事 那 就是我很多謝神 那另外一樣 我很多謝神的就是 有一個姐妹 我為她祈禱呢 她呢 就經歷神很多工作 又上天堂 那麼有一次呢 耶穌就給她看 她的賞賜紀錄冊 就說她有些什麼 為神做神會賞賜紀錄冊 那麼她就很好奇 因為是我和她祈禱 然後她的靈命很大更新 她就跟耶穌說 耶穌我想看下葉牧師那本 賞賜紀錄冊 那麼耶穌就叫天使去拿 那麼她說給我聽的時候 我是很感動和很感恩 因為 真的我自己覺得 我是有很多虧欠的地方 是神將我更新改變 如果不是我聖年充滿 我的靈命 是不像現在這樣 那麼我 她說的那本 上次紀錄冊是怎麼樣的呢 是有厚 有包金 還有上面寫著 我的愛子 有我的名字在這裡 那麼我聽到 我真的很感動 我真的很多謝耶穌 因為我不配 但是神呢 欣賞我的改變 是神改變我 然後神欣賞我的改變 我的心是很感恩 我就 就是總之任何東西我都喜悅的 就是喜悅神 我見到那些動物那些本性 我就很喜悅神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去建立的 OK 我不知道 我可以再個人幫助你的 怎樣恢復回 因為我知道 剛才說話的那些姊妹 她經歷過的改變 有些事情令她改變 但是我就是說 我們自己本身有責任去思想神的恩典去回應她 OK 好 那我們呢 我們再說愛神 我再說一次 我對於愛神一定不信 不過信靠祂呢 信任 神講過任何一句說話 我信任聖經所講的全都是真的 我信任神的應許全都會應驗的 當我聽祂的話就一定不會應驗的 我信神是美善的 是大能的 他凡事都能的 然後呢 我就去親近祂 去看聖經 思想聖經 不是只看的 將聖經 所有的 應許的東西都發掘出來 發掘神的美善 發掘神的 祂的聖結 和慈愛 然後呢 就是 祷告了 親近祂了 甚至感激祂 愛慕祂 我看到呢 是有很多是感激愛慕 歡喜神 那我看到 就是說 其實當一個人 他喜歡一件事的時候呢 他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行動的 他是會喜歡他 他會喜悅他 他會 需要他 比如我們見到一個人很掛念 另一個人的時候呢 他會 他會整天都掛念他的 沒有了他好像不行的 那麼我們神應該有這種關係 就是沒有了神是不行的 神是真是很好 我只是拿著他 倚靠他 在這個親近裏面 包含這些成分 亦都是互動的 就是神感動我 我就聽話了 我就遵從了 那麼遵從呢 也都是會侍奉了 還有呢 體重神所體重的 就是神體重去救人 我就體重 神體重去建立人 我就體重 神體重去建立人 神體重是用聖經作為我們信仰的基礎 我就體重這件事 因為聖經是啟示了 神告訴我 他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由於教訓築 促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 何而都是有益的 教屬神的人 都要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因為聖經的啟示是足夠 但是雖然聖經 不是說了所有神的 暴秘的事 不是說了 但是它足夠給我們 能夠完全遵從神 那麼所以我們 我們的信仰 應該是 以聖經為本的 那麼我是很可惜 你看到很多人 他是有些額外的 教導是聖經沒有的 或者他 那個釋經 令到他達到一個結論 比如說這個 家族就座 是由經文 是不支持這件事的 但是他們好像 是 好像呢 就要達到那個結果 就用這件事 就是說 神追討祂的罪 這裡只是說追討祂的罪 不是就座祂的罪 所以就會取消了 當然愛神的仇 就會取消 就是聖經也沒有說到 你呢 就為祖先認罪 那你就會脫離那個就座 那這些是聖經沒有說的東西 那我就不會 就是用這件事作為教導 我們為 聖經有說到為以色列人 配改 就是 但以利 有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但是這件事不代表 就是說我求神呢 赦免我祖先的罪 就代表呢 就是 這個只是說 我為到他們所犯的罪 我心裡傷痛 我為到這件事傷痛 求神去赦免念神 但是不代表他們會得救 不代表呢 那個家族就座會拿走 反而是家族就座怎麼拿走呢 就是我親近神 遵從神呢 所有的咒哉就會拿走 然後呢就是遵從神 侍奉神 愛神所愛的 就是好像譬如我現在 好有心侍奉 我不是因為想著想事 而是想著 我真的在心裡掛念很多人 我希望很多人有這個心去祝福人 將這個心意傳遞 那神是喜悅的 就是這個都是神的心 我就好像我的心 都有神的心意在裡面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以神的事為念 有神的心去愛神所愛的 因為神愛人 所以我就去念他 見到人就想祝福他 想幫他 OK 那我們去下半部分 就是神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以朗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想問你 這裡所講的 想不到的東西 是指我們自己想不到的 因為全人類想不到的東西 全人類想不到的 是的 因為這裡講到 人心未曾想到 就是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人類想不到的東西 神為我們預備 那大家可不可以講一下 有些什麼是 我們沒有想到 但是現在可以 臨到我們身上呢 耶穌的救恩 是的 既然這麼好釘十字架 為了我們這些 這麼卑微的人 真是想都想不到的 是 還為我們預備 將來這麼好 還有新天新地 也是想都想不到的 是的 非常好 還有什麼呢 大家可以 因為其實很多很多的 是的 發一個討告的人的病 馬上醫好 OK 那就是討告的人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洗淨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犯的罪 通常都會 像我們人犯罪的 坐姦的嘛 但是恩人主的恩典 我們犯了罪 得赦免 有 擔當我們的罪 然後得永生 是 是的 是 好 還有沒有 有 有 你先說 你先說 你先 你先 好 謝謝 我覺得好像每天 那些 出去呀 就是那個 土氣呀 那個一口氣 有時候 自己都沒有想到 如果沒有那個一口氣呢 就沒有那個生命了 其實神呢 都是供應 美國人 也都供應 是 是 好 大家所說的 都是比較 general 就是普遍 給所有得救的人 我想大家 特別講到一些 神為愛他的人 預備些什麼 就是當一個人愛神的時候 他會有些什麼 供應 就是金錢 那些 八百的供應 OK 愛神的人 神會向他顯然 譬如 抹大拉馬利亞 他整天想著 耶穌 耶穌 第一個復活 就向他顯然 因為他真是 很愛慕 很想著耶穌 為什麼連屍首都沒有 屍首被人偷了 嗯嗯 是 看 看 看他顯然 有些人 是更加得到神的訊息 我就不太看到異象那些 但是呢 我又覺得神給我好好的教導 我真的很多謝神 這個是 每個人不同的 我們有的 我們就欣賞 咦 還有沒有大家就欣賞了 我想是 是 剛才牧師說過 整個地的高處 可能是 有個影響力在這裏 嗯嗯 是的 神會 開脫我們的靈域 擴展我們的靈域 叫我們能夠影響更多人 那我都希望大家 就是他講給更多人聽 關於這個Zoom 還有呢 我 我在星期日下 就那個時候 都會過 這些都是 我義務去 送給不同的人的 那 讓我們的影響力更 或者影響更多人 不是為了我們的明星 而是為了 他們能靈命更新 可以去 全力發揮 他們的生命 這個就是 我的心意 那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就是說 想多些人 看到 那 我的教導的 有這個特色是什麼呢 我想多些人看到 是恩典推動 是基督徒 很興盛的 是我們做任何事情 合會神的心意 神都喜悅的 而任何罪都有破壞性 所以我們全面跟同神 是最目睹的 是整個生命可以發揮 就可以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整個生命就會提升了 那這些教導呢 就是不是 不是很多人有的 就是很多人怎麼覺得很大壓力 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 做得不夠好 所以經常都有壓力 還有呢 覺得好神喜悅是很難的 很難達到神的標準的 還有呢 就覺得呢 哎 我很迷惱 前面都不知道做什麼 那我就很深信 神是有了計劃的 只要我們肯聽話 眼前可以做得的 我們向前去呢 自然就 就是 每一件事都會 我們會進入到神的完美計劃 是各方面都發揮的 就是我很深信 神想每個人都發揮 沒有例外的 多遠遠都好 都可以發揮的 那這些都是神給我的 一些教導 兩樣人 個個都覺得輕淡 個個都覺得開心 有盼望 並且有策略的 神會給我們策略的 而我又感謝神給我的教導 是很清楚地說出 得救 有什麼 就是怎樣得救 那個得救的後果 會是怎樣的 那個果子是怎樣的 還有呢 那個得救 會產生出來的果效是怎樣的 那我們怎樣 仰仰這件事一路發揮 而我們怎樣有動力去行神的路 就是那四點我講到那個動力 就是神這麼愛我 和神這麼大能的 我們是很寶貴的神 叫我們變得很寶貴 而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事奉神一定不服 然後呢 不親近神 遵從神 犯罪一定是入負為敵的 很簡單的 鼓勵人去全聖聽神的話 那這些教導都是會幫助人呢 是 有動力 有信心 向前去 那我的目的就是 希望興起更多人向前去 OK 那我現在我再補充一些那個 就是愛神的神為他預備的 神是會為我們預備一些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 途徑去發揮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當我們聽神的話 親近神的時候 神要首先提升我們的 神要首先訓練我們的 那我們這裏是一個平常 可以大家受訓練 那另外呢 也都是神會有其他的方法 可能你遭遇到的機會 讓你能夠幫助人 這個都是一個機會 提升我們的生命 那譬如我自己這樣 我發覺在我 信了主之後 我就馬上很有心 很想更多人信耶穌 聽人都說 我就傳到很多 並且神給我很多機會學習 學習各樣的樂器 學習唱歌大力敬拜 學習講信息 那而我其實以前講信息 跟現在是很不同的 那這都是神給我的各樣的恩賜 和機會 給我的機會 去到這個路德會 美國路德會的神台院 是令我有這個平衡 那個教導就是平衡律法和福音 那我就將它擴泊為平衡恩典和律法 那這個是把我的事奉提升的 那也都是配合有不同的 那我就將會和我一起合作 那這些都是禮物來的 讓我們有這個福音宣教士工 有一個禮物 讓我們能夠祝福很多人 那這些就是神會對個人 有一些很特別的意義 是我們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我自己沒有想到 我其實我現在沒有在教會 可以受任真金 能夠供應我需要 那然後呢 就給我機會 可以用不同的平台 去祝福不同的基督徒 這些都是神預備的機會 也都是會永遠賞賜 那雖然我做的時候 我不是想著賞賜 但是呢 神的確會賞賜 我是會歡喜的 我會歡喜 我想到神有一天 會稱讚我 會很歡喜 但是我不是想著這件事去做的 那我也希望大家 我一直愛神 我一生永永遠遠 我人生只是 多數人都是一百歲之內 但是我以後是億億億萬億 都是會 這些所有的好行為 和事奉都會存留的 真是很大的禮物 就是我們 如果細心去數的時候 是完全多這些禮物的 那我們就 感謝神了 就是比如 配合我們 曾經有一位姐妹在我們當中 他為我們作了很多首歌 這個是一個禮物 有不同的人 和我們配合的時候 譬如有人幫助我 建立這個福音宣教事工 就是很細心地去 go through這個過程 去建立到這個事工 在政府 成為一個非謀利的機構 這都是禮物 OK 那我主要說 就是我們 想都想不到的發揮 神會為我們預備 神會為我們預備機會 那我也是求神 給我們更多機會 讓我們 更全面的聖句發揮 OK 有沒有人有回應 寫信文 所以我們今次主題 就說到 牧師 牧師 神的供應 所以就說 神一定供應足夠的 OK 好 你說吧 牧師 牧師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愛神呢 神教導我們要 振生振意 振力愛祂 我們聽到那個說話 就要去做的了 是不是這樣 當然 耶穌很清楚說 聽到我說話 要去遵行的人 有福了 聖經很清楚說的 他就好像一個人 將一個房屋建造在盤石上 耶穌也都說 凡我所吩咐你的目的 都教訓得不遵守 我們只能夠聽 就是聖經很清楚說到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去聽的 也都是必要去聽的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 風起的心去遵復 OK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還有沒有 其中一個禮物呢 我多謝神給我的思想 是 是有點像電腦 當然不像電腦那麽快 那麽主持 那麽多東西 我記得那些經文 好像在我裏面 categorized 就是好像分了類別 那也都因為 部份因為我很多時候查 查聖經 我以前沒有電腦的時候 我就用一本書叫做《聖經類篇》 它就把很多 聖經裡面的詞啊 字啊 又會將那些 主要的句子列出來 但是它不是整句的 它只是一 只是一句 因為它那個蝙蝠有限 那麽呢 那我以前呢 我查聖經研究的一些主題 我真的逐節逐節去查 切開聖經去找 那麽後來有電腦 就當然是快很多 我又感謝神 又電腦 那麽就讓我去 分類別地去研究很多的經文 所以在我腦裏面呢 已經有很多經文 在那個腦裏面 好像電腦 那麽所以有時候 一講到一些主題 我立刻會想到一些經文 我又多謝神給我這個記憶 來 是 是 多謝天父 那麽也都在我初信的時候呢 我們教會鼓勵我們聖經 我都希望大家練金句 尤其我們給你那些經文 都是很貴的經文 就是稱為金句 我們都去練一下它 讓我們用的時候 經常都會記得這些經文 OK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或者詢問 牧師我看到你打出來的圖 都很漂亮 下面的圖 可不可以在WhatsApp 傳給我們這些圖 其實呢 我在網上 是放在網上 也有很多 是啊 Google Drive 是多到很重要 多得很重要 好啊 我就會 我呢 就會將它更新一下 因為我經常都加一些新的 那麽呢 我就將它更新一下 然後呢 我就將一個連結給你們 其實就是在Google Drive 那我就會放在Google Drive 一個地方 你們會看到 就是我 我要看一看那個名字 我待會會告訴你們 嗯 那這些都是你們都可以學整的 就是怎樣整法呢 如果有人是 你是會有 就是有機會去教導呢 你想學整這些這樣的 slide 我可以教你的 但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想學 所以我就不會在這裏教 就是我別想的 我可以各別教 牧師 我想問呢 學慕神和喜悅神那裏 就是時時想到神怎麼好 於是心裏面就不斷起悅神 就是時刻都 神你真是好 我就不用每一次都想到神有什麼好 因為我已經記得了 我不用記住 我都會知道神很好 我心裏面是很深信神很好 所以我就時時都想到神 你真是好 就是我形容真的好像執行那樣 我經常想到神我就歡喜了 我經常都 啊神你每一件事 譬如有時候我聽到那些人見證 去到天上 見到天上的情景 我又很歡喜的 我又很喜歡的 我真是說神啊 我很想啊 我很想這個機會去到 神沒有 暫時沒有給我這個機會 但是我又不會介意的 那 總之我心裏面總是覺得神是最好的 明白 OK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結束 聽到天父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充滿前愛恩典 神智慧計劃 你裏面呢 是完全的封城 所有一切事情 你都是做得最完美 你有最完美的計劃 你所做的是最完美的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進入這個神完美的計劃 神的完美計劃 真是我們 就算看自然界 看到神設計的一個人 真是很完美 神給我們的計劃 也是非常之完美 我們就感激神 神啊 我是什麼人 為什麼你會為我們的計劃這麼大的禮物呢 求主幫助我們感激你 歡喜你 欣賞你 時時都喜悅你 以你為樂 以你為榮 時時是 心裏面想念你 喜悅你 感激你 多謝天父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你又答應了我們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就為我們計劃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完全沒有想過的 神就為我們計劃 真是非常好的 求主幫助我們 是全心恩從神 全心行神的路 全心尊崇你 求主的靈大大囂灌在我們身上 充滿我們的心靈 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慶賜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